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开晨 胎沉是一种维塑料污染物,正逐渐成为主要的污染来源之一 并非经由废弃排放,而是由轮胎直接接触路面摩擦 与刹车磨损产生的灰尘,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加 轮胎灰尘的数量也会增加 汽车轮胎中含有合成橡胶、填充剂和软化剂等成分 这些颗粒物占车辆所有颗粒物排放的90% 是一种特殊的污染物,可算是维塑料的一种 因为非常微小,又可被归类为空气污染物 这些成分会在轮胎磨损时分解成比23奈米还小的微小颗粒 这些颗粒被称为轮胎磨损颗粒 是由轮胎碎片和道路表面颗粒混合而成 因为它的粒子太小了,所以容易会散布到环境与海洋中 胎沉是城市空气污染物之一 也显示了它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产生的这些微塑料和奈米塑料含有6ppd quino 会因为汽车在加速和制动时释放 并透过空气扩散到水中和雨体内 最终进入人类的食物系统 平均每周我们都会摄取到相当于信用卡大小的塑料量 胎沉是一种严重的污染物 含有大量的微塑料 对淡水和河口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甚至占据了海洋塑料污染的5%到10% 由于微塑料和奈米塑料粒子小于5毫米 因此可轻易地被吸入导致呼吸系统问题 此外,胎沉也属于PM2.5中的一种污染物 这些污染物颗粒非常细小 能够直接进入人体的肺部和血液中 引起健康等问题 有研究显示 每辆汽车每天会产生约两克的胎沉 而公共汽车路线每天甚至可以产生数百克 虽然胎沉的确切组成很难确定 却占了为塑料相当大的一部分 对环境和生物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科学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追踪一种杀死大量鲑鱼的神秘毒素 这是从太平洋回到华盛顿州普吉特海湾的溪流和河流中产卵的银鲑鱼大量死亡事件 但是原因一直是个谜 为了解开这一大规模鲑鱼死亡的谜团 科学家们注意到这种现象发生在大雨过后 读理学家最初怀疑是农药造成的 因为研究的主要溪流穿过一个高尔夫球场 但却没有找到任何农药的证据 研究时并排除了疾病 缺氧以及金属和碳氢化合物等化学物质的可能性 可当收集附近道路上的流水测试时 把测试用鲑鱼放入收集来的水中 结果这些鲑鱼在几个小时内就死亡了 之后使用汽车轮胎为例测试 使用钻头上的暴刀小心地削下轮胎的微小碎片 然后将其浸泡在水中 使用这水测试中的鱼全都死亡了 并在这水中鉴定出 一种名为6PPT-Qinon的有毒化学物质 这是添加在轮胎上的防腐剂6PPT的产物 是为了防止轮胎分解与磨损的添加剂 化学物质6PPT会与大气中的臭氧发生反应 形成一种新的有毒物质 科学家称之为6PPT-Qinon 这种物质会杀死淫归并可能伤害其他类型的鱼 这些鱼会表现出类似窒息的症状 并经过研究显示 轮胎颗粒对于水生生物具有剧毒 每年约会有600万吨轮胎灰尘的微型污染物产生 这些污染物最终进入大气中 并且每当下雨时 还有轮胎相关化学物质的暴雨会因为水流而冲入水道中 因此导致鲑鱼的大量死亡 胎沉造成的环境污染 一、海洋污染 胎沉是指在轮胎磨损和摩擦过程中产生的微小颗粒物 其主要成分包括橡胶、塑料和其他添加剂 这些胎沉在街道和高速公路上被吹散 最终流入河流、湖泊和海洋 会对水生生物和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的伤害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全球模型显示 轮胎磨损是海洋中微塑料仅次于合成纤维的第二大来源 近年来更有研究显示 胎沉是海洋中微塑料的主要来源之一 由于轮胎磨损颗粒非常微小 其大小小于23奈米 并且这些颗粒物质已经进入河流和海洋 并且对海洋生物造成了影响 一项实验研究发现 曝露于轮胎颗粒的瞎子会吞食这些颗粒并附着在它们的腮上 为塑料和奈米塑料被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物食并被摄入其体内 从而影响它们的健康和生殖能力 轮胎磨损时释放出的颗粒物被吹到空气中 并进入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呼吸器官和消化系统 会对它们的健康造成威胁 每个轮胎在行驶中都会产生约两磅的橡胶颗粒 每年都会产生数百万吨的轮胎磨损颗粒沉积在道路系统上 然后被冲刷到附近的水域 2. 空气污染 轮胎碎屑所引起的维塑料和奈米塑料污染可能导致多种问题 经过空气扩散的维塑料 造成的海洋污染会比河流造成的污染更多 并且胎沉是其中最主要的污染来源 胎沉会随风飘散并污染空气、土壤和水体 车辆轮胎的磨损也会释放出许多有害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和金属粒子在吸入后会对肺部造成伤害 胎沉中的维塑料颗粒也与PM2.5污染有关 这是一种非常细小的颗粒 能够被人体吸入并导致呼吸道健康问题 并与哮喘和呼吸道感染等有关 并且可能会诱发癌症 此外 维塑料和奈米塑料的存在会对健康造成风险 因为存在于空气中 并可轻易地通过呼吸系统 当轮胎烧毁时也会造成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 控制轮胎磨损和适当处理废弃轮胎是相当重要的 可减少其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 胎沉是城市空气污染和水道污染的来源之一 轮胎磨损时产生的微粒是一种混合物 产生的这些微粒比23奈米还小 其中包含合成橡胶、填充剂和软化剂、本 与路面的颗粒以及多环芳香厅等有害物质 这些微小颗粒容易被风散播到空气中 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与影响 同时也会影响空气的品质 这些微粒也是海洋中为塑料最主要的来源之一 根据2012年日本的汽车数量计算出目前用于车辆的轮胎数量 以及日本汽车轮胎制造商协会公布年销售的轮胎数量数据 2012年12月底日本约有7900万辆汽车 其中约1650万辆货运车辆 23万辆公共交通车辆 5750万辆乘用车 160万辆专用汽车和340万辆摩托车 在日本公路货车法规定 汽车必须通过汽车安全检查 轮胎胎纹深度至少为1.6毫米时 才能够在道路上行驶 新轮胎的胎纹深度在7到9毫米之间 在研究时的计算是以新轮胎的胎纹深度为8毫米 当深度为1.6毫米或更小时就需要更换轮胎 平均预期轮胎寿命约为5年 因此粉尘产生的量按5年计算 根据这些数值 计算出在更换新轮胎之前产生的灰尘总量为 8736227立方米的轮胎粉尘 这大约相当于东京巨蛋的7倍 当车辆在行驶时 废弃并不是车辆产生的唯一物质 行驶过程中 轮胎与路面接触与摩擦时都会产生灰尘 与踩刹车时磨损刹车片 转弯和刹车时也都会因摩擦而磨损 轮胎也与橡皮擦一样 在使用过程中会不断磨损 从而产生灰尘和橡胶线 在F1的赛道上 由于跑道的摩擦系数明显高于公共道路 就很容易可以观察到轮胎磨损失的胎痕 因此跑道两侧也容易残留橡胶线 虽然我们无法在公路上开车直接观察到 但每天有7900万辆汽车和摩托车的轮胎产生大量胎塵 然而包括采用严格环境标准的日本与世界范围内 很少有人关注轮胎产生的粉尘造成的空气污染 其中包括石油和其他物质制成的合成橡胶 以及防止污染的措施 有一项研究轮胎灰尘是否会导致与花粉类似的健康损害 在大阪府繁忙的道路上 轮胎磨损而产生的灰尘颗粒为每平方公分38个 这个数字比在北海道造成花粉症的三亩花粉 每平方公分35个更多 轮胎灰尘中的成分具有毒性也容易引起过敏 会对人的健康产生影响 这些胎尘大部分是加速与刹车时产生的 会被雨水和风力从路面扩散 主要污染水源的途径 是从道路经由流水到雨水道 进而流入河流和海洋之中 还会从污水和大气中污染 并再次进入海洋且再次循环 一项2020年的研究 风吹起的维塑料是海洋污染的更大来源 超过河流造成的污染 要确定维塑料的精确组成非常困难 已有大量的研究证实 胎尘导致的污染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在2017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进行的全球模型估计 胎尘占海洋中原生为塑料的28% 是第二大污染来源 仅次于合成纤维的35% 一般轮胎在使用寿命期间平均会损失4公斤 因此可知每年约有600万吨的轮胎为例被排放 已发现胎尘分布到各地 从深海到大气层 甚至北极和南极地区都有胎尘的存在 轮胎磨损为例无处不在 现今的电动汽车虽然可减少尾气排放 但由于车辆重量和扭矩的增加 轮胎磨损相对也容易增加 2019年 英国的一个空气品质小组发出警告 即使全面转向电动车 轮胎和汽车刹车产生的粉尘 仍将继续污染空气与河流以及海洋 胎尘对健康的危害 轮胎、刹车片和道路表面产生的灰尘颗粒 含有粗粒子的大气粒子 其中成分具有毒性 也容易引起过敏反应 传播的距离一般为1到10公里 并且胎尘中的无机化学物质 例如铅和鑫等 都容易对健康构成危害 轮胎磨损产生的灰尘颗粒较为独特 是一种微塑料 不仅会在空气中飘散 也会因为暴雨进入河流 导致水中生物的死亡 胎尘中的物质存在未知 或未被充分表征的化学物质 不仅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危害 还会经由空气进入肺部 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胎尘也属于空气的一种污染物 并且非常的微小 主要由合成橡胶和其他材料组成 当轮胎磨损时 会被磨损成微小的颗粒 这些微小的颗粒也与PM2.5有关 轮胎磨损所产生的空气污染 会比汽车废弃造成的污染严重1000倍 并且不易溶于水 一旦被人体吸进肺部 就会对呼吸系统与健康造成影响 并会积聚在那里 当这些细小颗粒在肺部积聚 成为细胞核后 会引起纤维增生 肺纤维化 肺泡 细脂气管 血管组织损坏 呼吸困难 罹患肺结核 激发性脂气管炎 以及其他并发症等情形 也容易引起过敏 哮喘和其他健康问题 乳胶过敏和哮喘 也与胎沉中橡胶粉尘含有的乳胶 有所关联性 有研究报告指出 当A549细胞 暴露于轮胎胎面 或胎面为例提取物时 会出现细胞毒性 基因毒性和氧化应激等现象 人体的呼吸系统 具有防止灰尘等异物进入的能力 当有较大的灰尘时 并不能通过呼吸道 细小的灰尘颗粒 被气管和支气管鲜毛锁过滤掉 可当尘埃颗粒直径为10维米或更小时 就无法过滤掉 能够轻易地进入肺部 并且任何2.5维米的物质 都可轻易地通过膜屏障 已发现胎沉粒子的大小小于23奈米 因此容易就能进入肺泡 及时进入肺泡后 大部分也能够在呼吸中呼出 但一部分粉尘颗粒仍然会留在肺泡中 可当继续吸入 还有高浓度灰尘的空气时 颗粒就会积聚在肺泡与血管中 导致肺泡及相关器官的损伤 并会影响生长 引起慢性支气管炎和支气管叫喘 等多种呼吸系统疾病 胎沉的预防与减少 轮胎磨损颗粒被证实是一种常见的污染物 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都有潜在危害 会污染空气与水道 尽管就汽车对环境的影响而言 废气排放往往是较被关注的问题 可有言就显示 汽车轮胎颗粒是微小污染物 含有高水平的潜在污染物质 这为小塑料广泛分布在环境中 也包括海洋 胎沉造成的问题相当严重 以正确方式处理 就轮胎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在适当且正确的方式下处理 会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尤其是对鲑鱼等海洋生物的影响会特别明显 2020年 科学家发现 每当车辆加速或刹车时 一种名为6ppd的微塑料就会散布在空气中 当下雨时也会顺着水道污染水源 导致鲑鱼的死亡等问题 当被鱼类误食后 会进入食物链 最终进入日常饮食之中 胎沉产生的量与交通的数量有所关联 所以就算使用电动汽车也并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 为了减少胎沉对健康的影响 以减少交通流量并且改变通勤的方式 是最好减少胎沉产生的有效方法之一 此外 使用低滚组轮胎定期更换轮胎 减少急加速与急刹车 保持车辆的良好状态 使用低污染的轮胎 增加路面降噪设施以减少轮胎磨损等方法 都可以减少轮胎碎屑的产生和影响 在清洁居家环境或其他有灰尘的地方时 也应戴上口罩和手套 并定期清洁与更换空气过滤器 在轮胎的处理上 应该交给合格的处理厂 避免燃烧与放置在路边或随意掩埋等方式 才能够避免对环境造成重大伤害 在此 特别感谢大家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